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些人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能量 但也有一些人似乎总是在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情绪 那么如何才能保护自己 保持高频率的正能量 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七个实用的方法 帮助你设立健康的界限 远离灵性小人的负面影响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更加自信地维护自己的能量场 了解自己的能量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一步 频率高的人往往非常清楚自己的能量特质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感到精力充沛 什么时候会感到疲惫 这种自我认识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能量 首先我们需要敏锐地观察自己的身体和情感反应 例如当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后感到筋疲力尽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环境中被人群的能量所消耗了 相反 如果我们在大自然中感到放松和充满活力 这就是我们能量得以恢复的场所 了解这些细节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哪些情境和人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从而避免这些消耗源 每天或每周花一些时间来回顾自己的感受 这是了解自己能量状态的关键 例如每天早晨起床后花几分钟时间进行静坐冥想 感受自己当天的能量状态 如果感觉到能量充沛 可以安排一些需要高能量的活动 如果感觉到有些疲惫 则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活动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进行休息 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 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能量模式 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计划 避免无谓的能量消耗 在职场中 了解自己的能量同样至关重要 当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工作节奏和环境最适合我们时 我们就可以主动创造这样的条件来提高工作效率 例如有些人早晨的精力最为充沛 这时候处理需要高级中度的任务就会是半功倍 而到了下午 随着能量的下降 可以安排一些相对轻松的工作 这种对自己能量的了解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也让我们能够在高压环境中保持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状态 在家庭生活中 了解自己的能量特质同样重要 我们可能会发现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有时是能量的补充 有时却是消耗 例如 当我们与家人一起做一些共同喜欢的活动 如看电影或野餐 我们的能量可能会增加 然而 当我们参加一些家庭聚会 尤其是那些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场合 我们的能量可能会被迅速消耗掉 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会设立界限 选择性的参加那些能够提升自己能量的家庭活动 并且在必要时保护自己不受消耗性活动的影响 了解自己的能量 并且学会如何保护和提升这种能量 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每个人的能量特质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探索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当我们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能量 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保持良好的状态 从而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 此外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能量的管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探索和实践 我们最终一定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能量管理方法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记得能量管理并不意味着要完 全避免所有的能量消耗 而是要学会在消耗和补充之 先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保护自己的能量 并且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了解自己的能量特质 并以此为基础来设立健康的界限 是我们提升生活质量的第一步 第二个方法 清晰表达界限 你是否曾经感觉 自己被某些人的行为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界限不够清晰 因此学会清晰 有礼貌的视力界限 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一门重要 可提 当我们谈到视力界限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 这并非冷漠无情 而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 我们应该知道 什么样的行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并且勇敢地表达出来 你是否曾因为害怕得罪人 而选择默默忍受不是 这样的忍耐 最终只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在工作中 界限尤其重要 假设有位同事经常在休息时间打扰你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 与其闷在心里 不如直接而礼貌地告诉他 我非常珍惜我们的合作 但我需要在工作时间之外 有一些自己的空间这样不仅保护了你的个人时间 也让对方明白了你的底线 而在个人生活中 这种界限也同样不可或缺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朋友经常在你忙碌时打电话抱怨 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 我很关心你的感受 但现在我需要专注于手上的事情 我们可以稍后再聊吗 这样的表达方式 既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 又不至于让你被无休止的抱怨所困扰 设立界限的关键在于保持一致性 当我们确定了自己的界限 就必须坚持下去 否则 别人怎么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呢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坚持 那么界限设立在清晰也是徒劳 还有一点 语气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采用既坚定又温和的语气 这样对方会感受到我们的真诚 而不是指责 例如 如果你发现某位同事的行为让你不舒服 可以这样说 我理解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但这样的行为让我有些不适 能否请你改进一下 这样既表达了你的感受 又给对方提供了改善的机会 你可能会问 这样做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太过挑剔 例如说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经历 比说你总是让我很累更容易让人接受 这样的表达方式 能够减少对方的抵触情绪 达到更好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 清晰表达界限能提升我们的自尊和自信 当我们能够坚定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底线时 我们会感到自己被尊重 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非常有利 自信不是从别人的赞美中得来 而是从我们对自己需求的坚持中获得 在面对灵性小人时 设立界限更是必不可少 他们总是试图操纵我们 吸取我们的能量 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界限 他们会不断地试探和跨越 让我们感到疲惫和无力 所以学会设立界限 是保护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练习来提升这种能力 例如在镜子前模拟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 练习用坚定而温和的语气表达自己的界限 这样在真正面对这些情况时 我们就能更加自信和从容 第三个方法 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 以为只要专注于精神层面的提 生就足够了 但事实上 身心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之友 在身体和心灵都保持健康的状态下 我们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频率 防止能量被灵性小人吸取 健康的生活习惯不仅包括规律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 还涵盖了饮食 心理健康管理等多方面 首先 谈谈运动的重要性 规律的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 更能释放压力 改善情绪 当你感到压力时 运动可以促进内非态的分泌 这种被称为幸福荷尔蒙的物质 能让你感到愉快和满足 进而减少负面情绪对你的影响 同时运动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让你的身体充满活力 这种生理上的活力 转化为心理上的积极状态 让你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更加从容不迫 再来是充足的睡眠 现代生活节奏快 很多人都忽视了睡眠的重要性 事实上 睡眠不仅仅是休息 更是身体和心灵修复的重要时间 良好的睡眠能促进记忆巩固 增强免疫系统 调节情绪 让你在醒来时感到精神焕发 当你有充足的睡眠 你的思维会更加清晰 做事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这样一来 你的频率自然会提升 也不容易被外界的负面能量所影响 此外 健康的饮食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均衡的营养摄入 能确保身体各项机能正常运转 为你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 多摄取新鲜的蔬果 全穀物 优质蛋白质 少吃加工食品和高糖高脂食物 这些简单的饮食习惯改变 能让你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 当你感到身体轻盈 充满能量时 心情自然也会变得愉快和积极 这种正面的能量场 不仅能提升你的频率 还能抵挡灵性小人的能量吸取 心理健康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 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压力 对于维持高频率的状态至关重要 你可以通过冥想 瑜伽 深呼吸等方式来放松身心 这些方法不仅能帮助你减压 还能让你更专注于当下 提升你的灵性觉知 顶期的自我反思和情绪管理 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在需求 避免被外界的负面情绪所干扰 再者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日常生活规律 固定的作息时间 能让你的身体形成生物中 保持稳定的生活节奏 这种稳定性能给予你安全感和稳定感 让你在面对变化和不确定性时 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早睡早起定时进餐 适度运动 这些简单的日常习惯 能让你身心处于最佳状态 当你的生活充满规律和秩序 你的频率自然会提升 也不容易被外界的负面能量所干扰 我们还要学会给自己留出时间和空间 进行自我照顾和自我疗愈 现代生活忙碌 很多人都忽视了给自己留出独处的时间 这段时间可以用来进行自己喜爱的活动 如阅读 写作 原意等 这些活动能让你放松身心 享受当下的美好 独处的时间也是你与自己对话的时间 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 进而提升自己的频率 最后 我们要学会感恩和欣赏生活中的每一刻 感恩的心态能让你看到生活中的美好 让你充满正能量 每天花一些时间写下你感恩的事物 这种简单的感恩练习 能让你的心态变得更加积极和开朗 当你充满感恩之心 你的频率自然会提升 也不容易被外界的负面能量所影响 第四个方法 定期进行心灵清理 冥想和瑜伽 不仅仅是一种运动或练习 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洗涤和提升 当我们经历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压力时 心灵会累积大量的负能量 这些负能量如果不及时释放 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身心健康 我们不妨来想象一下 一个人每天都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奔波 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这些压力就像是灰尘 会一点一点的积累在我们的心灵上 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浑浊沉重 而冥想和瑜伽就是一把心灵的扫帚 帮助我们将这些灰尘扫去 让心灵重新变得清澈 在冥想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闭上眼睛 深呼吸 让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 随着每一次的呼吸 我们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杂念 一点一点的被释放出去 内心的平静逐渐回归 这种过程 不仅能让我们释放压力 还能让我们重新找到内心的力量 从而不被灵性小人的干扰所影响 瑜伽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灵清理方法 通过各种瑜伽体式 我们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还能够让内心变得更加平和 在练习瑜伽的过程中 我们专注于每一个动作 专注于呼吸 这种专注的过程 就是一种心灵的冥想 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当下 集中在自己的内心 这种专注能够帮助我们 清理内心的负能量 让心灵变得更加纯净 高频率的人往往能够敏锐地 感知到自己内心的变化 当他们感觉到内心的平衡被打破 感觉到有负能量的积累时 他们会及时地进行心灵清理 通过冥想或瑜伽 将这些负能量式放出去 重新恢复内心的平衡和纯净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小习惯开始 来进行心灵的清理 比如每天早晨醒来后 花几分钟的时间进行简单的冥想 让自己的一天从平静开始 或者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进行一些瑜伽练习 让身心都得到放松和释放 这些小小的习惯 会在不知不觉中 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纯净 更加有力量 从而不易受到外界负能量的影响 心灵的清理 就像是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的习数一样 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当我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心灵就会变得更加坚韧和纯净 不仅能够抵御灵性小人的干扰 还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和谐和幸福 我们的心灵就像是一面镜子 只有当它清澈明亮时 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和这个世界 定期进行心灵清理 能够让这面镜子始终保持明亮 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 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不仅如此 这种清理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连接自己的内心 发现内心深处的智慧和力量 从而在生活中做出更加明智和积极的选择 高频率的人知道 心灵的清理不仅仅是一种方法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他们懂得尊重自己的内心 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场 不让任何负能量有机可乘 他们通过定期的心灵清理 保持心灵的纯净 从而在生活中保持高频率 吸引更多的正能量和机会 第五个方法 选择性社交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充满活力 而你有时却感到精疲力竭 这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懂得选择性社交的艺术 当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情绪 能量和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时 选择与谁交往变得至关重要 首先 频率高的人非常谨慎地选择与谁交往 他们知道 有些人总是带来负面影响 这些人可能总是抱怨 不断发泄负能量 或者让你感到压力冲冲 试想一下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高频率的人会选择保持距离 避免自己的能量被这些人吸取 他们清楚 这并不是冷漠无情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内在能量 选择性社交还包括积极选择那些 能够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朋友 你是否曾经感受到 与某些人交往后 自己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 甚至充满动力 这就是高频率的人所追求的 他们会寻找那些拥有相似价值观 和积极生活态度的人 这些朋友能够互相激励 共同进步 这样的友谊 不仅仅是相互陪伴 更是能量的互补和增强 在日常生活中 高频率的人会选择参加 能够提升自己能量的社交活动 你是否考虑过 为什么有些活动让你感到疲惫 而有些活动则让你感到焕然一新 他们会参加瑜伽班 冥想团体 读书会或其他能让自己感到快乐和充实的活动 他们明白 这些活动不仅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 这些活动能够提升自己的能量和内在平衡 同时 高频率的人懂得适时的拒绝那些会让自己感到压力或不快的邀请 这不是不近人情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能量是宝贵的资源 他们会选择那些让自己感到放松 快乐和充实的活动 保护自己的能量不被无谓的消耗掉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时候拒绝会让你感到内疚 高频率的人早已掌握了拒绝的艺术 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 他们也会保持与积极朋友的联系 经常进行互相支持的交流 你是否发现与积极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变得更大积极的丰富 他们会一起探讨生命的境界 分享生活中的行为之后 这种互相分享的多词能够不断强化的解释 这样 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 依然能保持积极乐风的态度 高频率的人会并且审视自己的作用 且把自己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 更可能有些人能够轻心地处理压力和比赛 这种自我审视和调整 帮助他们活动 无法自己的适合 使得生活环境更加合适 积极 他们会主动去结识那些能够激发自己潜力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生活中积极进取 充满热情和创造力的榜样 你是否曾经被某个人深深地激励过 通过与这些人交往 他们能够不断学习和成长 从中汲取积极的能量 让自己的人生更具意义和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会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你是否曾经感受到 感恩的心能够让你变得更加开朗和幸福 他们珍惜每一段真诚的友谊 感谢那些在自己生命中带来正能量的人 他们明白 正是这些积极的社交关系 让自己能够保持高频率的能量 并在生活中不断前行 选择性社交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 而是更加有智慧地选择自己的社交对象 他们会保持开放的心态 乐于接纳新朋友 但同时也会谨慎评估每一段人际关系 确保这些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积极互动的基础上 第六个方法 建立心理屏障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能量消耗者 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同事 朋友甚至是家人 他们总是带着负面的情绪和能量 让我们感到疲惫和压力 高频率的人懂得建立心理屏障 来防止他人情绪和能量的影响 从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稳定 要建立心理屏障 首先要了解的是自我情绪的识别 这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情绪变化 保持高度的敏感度 能够迅速察觉到 何时自己的情绪开始受到外界影响 当你能够清晰地分辨出 哪些情绪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哪些是来自于外界的影响时 你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被负能量所侵扰 接下来 我们需要学会一种有效的情绪管理方法 那就是建立内心的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是一个 你可以在心理上退回去的地方 当你感到外界的压力和负能量时 你可以进入这个内心的安全区来保护自己 这可以通过冥想 深呼吸或者一些简单的自我肯定来实现 比如 每当你感受到压力时 可以闭上眼睛 深呼吸几次 并在心里默念 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不会被他人的情绪所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建立心理界限 这意味着要学会在心理上设立明确的界限 知道什么是自己的 什么是他人的情绪和问题 当你能够清晰地分辨出这一点时 你就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外界的负能量 例如在面对一个情绪激动的同事时 你可以在心里告诉自己 这是他的情绪 不是我的 我可以理解他 但我不需要承担他的情绪 另外 自我肯定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心理屏障 每天早上 花几分钟时间对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 比如 我很坚强 我能够处理好今天的一切 这些自我肯定能够强化我们的内心力量 让我们更有信心面对外界的负能量 还有 我们可以通过视觉化 来建立心理屏障 视觉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在内心建立一道保护屏障 你可以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周围有一道光的屏障 这道光能够阻挡所有的负能量 只让正能量进入你的内心 每当你感到压力或负能量时 想象这道光屏障的存在 让它帮助你抵挡外界的影响 此外 建立心理屏障还需要我们学会选择性的接受信息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大量的信息 其中很多都是负面的 高频率的人懂得如何筛选信息 只接收那些对自己有积极影响的部分 这可以通过限制新闻的观看时间 选择阅读积极正面的书籍和文章 来减少负面信息的影响 第七个方法 说不是一种艺术 一种保护自己能量的重要方式 当我们面对灵性小人时 他们往往擅长利用我们的善良和同情心 不断地向我们索取 直到我们感到身心俱疲 学会说不并不是拒绝他人 而是选择保护自己 维持自己的高频率状态 避免过度消耗 我们常常因为害怕伤害他人的感受 或者害怕被认为冷漠无情 而勉强自己答应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这样的结果不仅使我们陷入困境 也让我们的能量被不断吸取 最终无法保持高频率的状态 所以学会说不是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能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界限 设立界限并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尊重 当我们清楚自己的界限时 就能更自信地拒绝那些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能在不损害人际关系的前提下 保护自己的能量 学会说不 需要勇气 这种勇气来自于对自我的认识和尊重 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时 就能够果断地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而这种果断并不会让我们显得冷漠无情 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真诚和坚定 此外 说不也是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体现在我们能够选择性地投入自己的能量 而不是无条件的付出 当我们面对灵性小人时 他们常常会利用我们的善良 让我们感到内疚或者责任 这时我们需要用智慧来判断哪些要求是合理的 哪些要求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 说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所有的请求 而是要学会选择性地答应 我们可以用一种柔和但坚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比如我理解你的需求 但我目前无法做到这样 我们既表达了对他人的理解 又坚持了自己的界限 避免了过度消耗自己的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当我们拒绝他人的请求时 可能会面临一些负面的反应 比如对方的失望或者不满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坚定自己的立场 不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这样 我们才能在保护自己能量的同时 保持高频率的状态 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自己说不得能力 比如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从一些小的请求开始练习 逐渐增加难度 这样我们就能够在面对更大的挑战时 更加自信和从容 说不也是一种沟通的艺术 我们可以用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比如我目前无法答应你的要求 但我可以帮你想其他的解决办法这样 我们既拒绝了不合理的要求 又表现出了对他人的关心和支持 避免了人际关系的损害 被灵性小人吸取能量 是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现象 灵性小人也就是那些能够无形中消耗我们内在能量的人 他们的存在往往让我们感到疲惫 不安和困惑 这种能量的消耗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状况不好 而是因为我们周围有人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汲取生命力 如果你感到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总是处于低潮 可能就会想到是否有灵性小人在吸取你的能量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些明显的征兆 帮助你识别这些人 以便能够及时设立界限 保护自己的内在能量 首先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与某些人相处后 总是感到极度疲倦 这可能就是灵性小人吸取你能量的一个征兆 这种疲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浩劫感 无论你在见面前多么精力充沛 与这些人相处过后 你总是感到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告信号 接下来是情绪上的波动 如果你发现与某些人相处后 你的情绪总是无法稳定 经常出现焦虑 愤怒 沮丧等负面情绪 那么你很可能是被这些灵性小人吸取了能量 他们似乎能够无形中将你拉入一个情绪的漩涡 使你无法自拔 这些负面情绪会让你感到心里焦脆 甚至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 此外 注意力的分散 也是一个重要的征兆 灵性小人往往会不断地打断你 让你无法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他们总是需要你的关注和时间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他们总能找到理由来打扰你 这种持续的干扰 会让你感到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被不断消耗 难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和目标 再者 如果你经常感到压力山大 无法轻松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这也是一个灵性小人在吸取你能量的迹象 他们可能通过不断的抱怨 指责或者要求 给你施加无形的压力 这些压力会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来 甚至让你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下 会严重影响你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质 另一个征兆是自我怀疑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与某些人相处后 经常开始怀疑自己的决策和判断 那么你可能就是被灵性小人影响了 这些人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削弱你的自信心 让你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他们可能会通过语言或行为来暗示你不够好 不够聪明或者不够努力 这会让你陷入自我怀疑的困境 难以走出来 另外 灵性小人也会让你感到孤里无远 他们可能会通过操控你的社交圈 让你与其他朋友和家人疏远 他们希望你只依赖他们 这样他们就可以更方便的 吸取你的能量 当你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孤单 周围的人越来越少 这时候你需要警惕 可能就是因为灵性小人再有意识地将你孤里 从而更方便地控制你 还有一个征兆是身体的不适 当我们的内在能量被吸取时 身体也会发出警报 你可能会经常感到头痛 胃痛或者其他身体不适 这些症状往往在与灵性小人接触后 变得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消耗你的精神能量 还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等你发现自己的身体经常出现问题 而医生也找不出具体原因时 这可能就是一个信号 提示你要检查一下周围的人际关系 最后是精神上的倦怠 如果你感到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和动力 这也是灵性小人吸取能量的一个重要征兆 他们往往会让你感到一切都是徒劳无辜 让你失去对未来的期望和计划 这种精神上的倦怠 会让你感到人生无望 难以找到继续前进的动力 当你感到自己陷入这种状态时 一定要及时醒悟 找到问题的根源 并设法远离那些灵性小人 认识这些征兆 是保护自己不被灵性小人吸取能量的第一步 当你能够识别出这些人 并设立明确的界限 你就能够重新掌握自己的能量 活上更加积极 健康的生活 记住 你的能量是宝贝的 不应该被那些灵性小人肆意恢复 学会保护自己 让自己的内在力量得以真正发挥 知识每个人 都应该具备的生活制服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永远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